嗨,一十五分钟,广东哥 你好,我是宇人家家手,广东哥 其实我曾经在外产片公司做过一段时间 原因是过去星期,mineumchannel讲真真 其中一个话题就讲到你打过多少份工 其实我后来在法国,我从小在旁 我第一份工,十几岁的时候 香港人很流行说暑期工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长假,长假的时候 我就去打了一份工 那时候不是唱片公司,那时候是唱片行 还有很多唱片行那个年代 我非常习惯这个年代 那个时候很多唱片行 就是minecd那些地方 就是和一些舒服在一起的 我又很喜欢舒服的氛围 又很喜欢音乐的氛围 我那时候是非常享受我的工作 后来就算我进了大学 我都会有些part time工 也是在唱片行的 现在唱片行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哪里可以再找到唱片行的感觉 所以不对我来说 看着广东音乐的起起伏伏 因为我那个年代是C-pop 之后就去到J-pop 日本人...